字幕提供 哈囉 愛奇藝的玩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志穎 感覺啊 我覺得 呃 感覺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終於完成了人生的 呃 另一個夢想 因為其實婚禮 一直是我 這麼多年來的一個心願之一 那因為其實在小老師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有 預計要辦婚禮了 那很多人都說 啊你現在才辦婚禮 小孩都已經四歲 為什麼拖到現在才辦 其實很多人都 可能不了解 呃 因為 在 小老師那時候 可能 呃 出生的時候 在小老師那時候出生的時候 我就已經要辦婚禮了 可是剛好 遇到父親 離世 然後 我們就是 呃 乞俗 要守孝 所以說 也就是一直延到 今年才辦 那最終也辦成了 然後 呃 也辦了一個 替老婆辦了一個很浪漫的一個婚禮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照片了 那也希望 呃 大家都能夠祝福我們 然後 我們一定會 繼續甜蜜下去 呃 現在的話 應該說兩個都病重吧 可是 坦白說 確實很難 因為在 沒有家庭以前 我總是有把 有辦法把事業都分配很好 不管是賽車 呃 演唱會 演戲 或是自己的一些工作 或是公司等等的 我總是可以 全部管理得很好 但是當有了家庭以後 才發現 哎呀 家庭跟事業真的是非常非常兩難 因為家庭是需要 呃 很多的時間經營陪伴 我應該說小朋友啦 因為 小朋友這個 過程是 很迅速的 尤其是零到三歲 你一個禮拜 應該說每天 你看到你會覺得 哇他怎麼每天都在變化跟成長 每天都會冒一句很可愛的畫 所以說 家庭跟事業 我只能說我盡量 兩個都去 努力去做囉 那只能說 多一點犧牲自己的時間 然後 多放點心思 在這兩個上面 呃 其實是有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非常喜歡小朋友 那 我自己個人 當然是希望能夠 三個 那現在已經有一個小小字 可是呢 我一個小小字 就已經占掉我許多的 這個 工作的時間 因為一有時間 我就想回到家陪伴他 那如果 再有小朋友的話 唉呀 我可能 要全心投入家庭了 真的 因為 我希望多花點時間 好好的照顧他們 教育他們 陪伴他們 對於他 我 沒有太多的想法吧 最終還是希望他能夠 朝他自己想走的這條路去走 就像我父親所教導我們的 呃 就像我父親教我們 他把我們五個 他的五個小孩 當作五個風箏 呃 讓我們自由地飛翔 如果飛得太高了 他就幫 慢慢地把它 拉低一點 欸 如果發 飛偏了 慢慢地把我們修正 所以我也會希望小Kimi 呃 呃 跟我父親 呃 教導我們的方式一樣 我就讓他自由地飛 自由地發展 那有什麼偏差的時候 我會幫他 修正回來 我會 愛情 你